近日,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接受了英国采访,并在采访中表示,华为愿意将5G技术和工艺向国外企业进行许可,并且是一次性买断,而不是每年交纳年度许可费。 任正非表示,华为虽然许可了5G技术,但这不代表华为自己就不做了,华为希望西方能所段往前走的平台路径,所以许可其他公司完整拿到华为的技术。 因为6G研究,华为也是领先世界的,但6G10年以后才会开始投入使用,因此转让技术不是前进的中协,获得资金以后会更大踏步前行。 当华为把技术全部转让以后,他们可以在这基础上去修改代码,修改代码以后相当于对华为就屏蔽了,对世界也屏蔽了,美国5G是独立的5G,没有什么安全问题,它的安全就是管住美国公司,不是华为公司在美国卖5G,而是美国公司在美国卖自己的5G, 不得不说,华为真的是令人骄傲的国商品牌,它用实力告诉世界,中国制造是可以的,希望华为能够多带给我们惊喜。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